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猪诺号前进木星轨道成了人类探测器第一次这么接近木星 这回各位木星拍下第一张照片 照片上可以清楚看见木星的大红白 一旁还有三颗卫星入境 猪诺号历史五年飞跃28亿公里后 终于拍下这张照片实在好不容易 木星本身的环境是比较严苛的 传回来这个影像就代表说 它在历经了这个比较严苛的环境之后 还可以顺利的工作 木星大气层厚磁场强 辐射更是强烈 猪诺号还特别设计了钛合金辐射防护盾 保护仪器 总算突破重围拍下这世纪木星照 接下来目标了解木星组成 我们必须它可以去了解木星 木星在不同位置的大气的组成 另外可以甚至去了解说 木星到底有没有一个固态的核心 在它内部 不过猪诺号绕行木星一周 就耗时53天半 进一步观测还得再等一等 但能确定的是第一关拍照回传 算是过关 祝诺号就位准备探索木星 揭秘太阳系 记者是说明的一星 特有道 太阳系的行程和演化一直是天文学家探索的目标 中央研究院和国际团队经过了长时间的观测 在太阳系边缘找到了一颗矮行星 这很可能是最后一颗能够被找到的矮行星 因为它距离地球太阳都相当的遥远 也代表着它可能保留天体最原始的样貌 地表上有冰原冰山等复杂地貌 这是最大的矮行星冥王星 现在它有了新朋友 天文学家发现新的矮行星 会移动的这个亮点 就是我们发现的这个矮行星 这个移动的亮点 就是中研院和国际研究团队新发现的矮行星 代号2015RR245 直径700公里 位在太阳系边缘 以地球和太阳距离一天文单位来比较 这个矮行星和地球距离就达到120天文单位 可说是相当遥远 这也代表着它可能保留天体最原始的样貌 更藏着太阳系诞生的明星 像拼图一样 透过观察各天体的样态 要拼凑出太阳系的演化过程 这一颗新发现的2015RR245很关键 一位科学家透露 它很可能是最后一颗能够被找到的矮行星 这就要密集测量研究 朝探索生命起源更进一步 记者谢舒敏林一星 陈青春太阳道 科广电影《星际大战》中天行者陆克的家乡是绕着两颗恒星运行的环霜星行星 根据美国航太总署NASA发布的成果 在太阳系外的人类视剧带 研究团队就发现了一颗至今最大的环霜星行星 这项消息也让天文学界跟科幻迷十分振奋 《星际大战》中天行者的故乡星球塔图音星 却是环绕着两个恒星运行的行星 美国黄昏都可以看到两次日落 他们利用科普勒的太空望远镜就发现了一颗这样的行星 这颗星星命名为科普勒1647b 大小和质量大约跟木星相同 年纪则和地球差不多 大约在44亿年前诞生 而它所绕行的恒星也跟太阳类似 其中一颗比太阳稍大 另一颗则稍微小一点 环绕两颗恒星的轨道一圈需要1107天 也就是大约三年的时间 天文学家2011年首度地发现一颗塔图音行星 距离地球200光年 大小跟土星差不多 这次又发现大型的环双星行星就更有研究价值 因为理论上太空中应该还有更多类似的行星 国际天文研究团队兴奋的证实 国际研究团队兴奋宣布第二度侦测到重力波 证实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100年前的预测 不上广义相对论的最后一块拼图 科学家建造的宇宙重力波雷射监测站 分别在去年9月和12月侦测到重力波 证实并非偶然 如果将宇宙时空视为一块网布 在上面投下巨大的物质 就会造成时空连漪 较轻的物质会沿着连漪旋转 这就是为什么地球会绕着太阳运行 14亿年前 两个平行的黑洞在宇宙的网布上相遇 相互绕行旋转 最后距离越来越近 直到合并成一个更大的黑洞 而两者碰撞的过程中 会释出强大的重力波 重力波穿越14亿光年抵达地球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和华盛顿州的监测站 都测到了讯号 科学家表示 过去人类听不到宇宙的动静 如今透过监测仪器 学者宛如听到了黑洞相撞的声音 也开启了宇宙探索的新境界 是零丸编译 跟我们生活相关的来看到 不用农药就可以减少虫害 过去地瓜只要被甘蔬蚁巷咬了一口 没有及时处理的话 地瓜就会开始腐坏 虫软还会在里头繁殖 让农民防不胜防 而现在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研究团队 利用人工的方式 合成出了雌性甘蔬以上的性贝洛蒙 雄性个体闻香而来 却找不到交配的对象 反倒直接遭到幼杀 防治率高达七成 幼虫就钻到甘蔬里面去吃 那你看整个甘蔬的话就会臭掉 原本应该表面几乎毫无瑕疵的橘黄色地瓜 现在不只颜色黑妈妈 表面坑洞无数 里头甚至还钻出小虫不断蠕动 这全是憨疾的天敌甘蔬以上来造局 在帽子下面红色那一条的话 那个就是甘蔬里相的性贝洛蒙 不让农民心血被害虫汗的惨兮兮 农业药物毒试验所研发出性贝入蒙来克敌 正常来说甘蔬以上闻到地瓜散 会一股闹往土里钻 但现在人工合成出雌性甘蔬一项的性贝洛蒙 会让雄性以为那边美女成群前仆后继 没想到是陷阱会被又杀掉进又虫气 我们就有放出一千只的那个雄丑 那结果二十四小时 总共几只回来你们晓得吗 九百七十只 性贝洛蒙很专一一物客一物 但像是巴勒葡萄的害虫记码 就得再换新招数改用警告的 农天里放置的人工性贝洛蒙 模拟计码遇到危险时 字体散发出的香水 让原本想靠近的计码 误以为同伴打pass有危险不敢靠近 新研究让农民免用农药就能对抗虫害 也让民众食得更安心 谢谢城市监国的报道 走到户外看到蜘蛛丝 蜘蛛网随风飘稀松平常 但是在澳洲一处闹洪灾的城市近郊 天空居然出现了一片片的蜘蛛丝云朵 而且里面还夹带着蜘蛛 让人看了头皮发麻 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呢 来听昆虫专家如何解答 电线赶旁天空密密麻麻黑点不断移动 仔细看居然是成千上万从天而降的蜘蛛与 蜘蛛与袭击小镇周围房屋全遭殃 蜘蛛网层层包围让人看了头皮发麻 河道旁树丛也盘满蜘蛛丝 这是澳洲塔斯玛尼亚北部小城朗色士敦 当地专家说因为近日暴雨沉灾无害的小蜘蛛 为了避红才纷纷吐丝往高处移动 真的是这样吗 应该是臭巧啦 那正好这个蜘蛛繁殖数量很大 它食物跟空间都有限 这时候它自然的就会分泌一种菲若膜 把大家都去自己把自己都分散开来 这时候就会飘得满天都是 强调可能是无天敌大量繁殖后 集体向外扩散的自然现象 只是蜘蛛利用腹部朝天吐丝 就能带动身体升空仿佛表现特技 是否代表小蜘蛛有超强体能 让人联想到这位漫威英雄 蜘蛛丝的结构是非常好的 让它可以飘得很远 它的丝很强壮 我们如果说同样一根粗细的钢丝的话 它不会像蜘蛛丝那么结实 法法就是这如钢索的蛛丝 还有个美名天使法丝 让蜘蛛不但能裂食移动 甚至大量向外迁徙 衍生出灵类奇观 军事用途的无人机为了飞得更高更远 机翼尺寸通常必须很大 英国有一群工程师就积极创新 希望可以打造新一代的无人机 他们从蝙蝠的翅膀找灵感 研发出了更轻巧的无人机 经过试飞发现 空气力学效能更高 自然界到处充满科技的灵感 小小蝙蝠的翅膀 最近成为打造新一代无人机学习的对象 英国工程师为了提升 无人机的飞行高度和续航力 从蝙蝠翅膀找灵感 研发出薄膜式机翼的无人机 工程师打造一架薄膜式机翼无人机的原型 在空洞进行测试 证实蝙蝠演化出薄膜式的翅膀 确实有道理 利用模型机在水面试飞 两具发动机搭配薄膜式机翼产生福利 让机体和水上汽电船非常类似 飞行效能更高也更稳定 确定了薄膜式机翼 比硬式机翼的无人机飞行表现更好 工程师决定进一步运用到实体的大型无人机 进行更多测试 希望能够尽快投入商业量产 杨正品编译 每到中秋节 很多人就准备好要烤肉 今天来教您快速把食材烤熟的方法 关键就在铝箔纸上 你有注意过铝箔纸分为雾面和亮面吗 在包食材的时候 亮的那一面朝里头包食物 雾的那一面就朝外接受加热 来看看这原理是什么 中秋节就需要烤肉 但烤肉中很常用来包食物的铝箔纸 到底该怎么用 铝箔纸一边亮面一边雾面 要拿来包食物紧记一个口诀量内雾外 雾面它主要是能够比较会吸东西 那亮面比较会反射 把那个辐射给那个肉 亮面锡箔纸反射性比雾面好 朝内包食物传热速度变快 自然就能加速食物烹足的速度 而且要靠铝箔纸烤肉 包紧紧和包的宽松 反应时间也大不相同 就拿两片培根肉做实验 两种包把放在烤网上同时加热一分半 时间到打开来一边大约只有三分熟 包紧紧的则几乎快要熟透了 静止的空气对那个热的传导是非常不利 所以说它会造成隔热的效果 变成铝很热 可是食材并没有被加热的现象 铝箔纸包的宽松 想烤熟只能靠热辐射加热 但只要铝箔纸和肉片紧密结合 热能直接传导 导热速度跟着加倍 但用铝箔纸烤肉计算 任何酸性调味料都有融出铝的风险 建议烤完再淋上酱料 注意小朋友中秋烤肉才能有完美据点 记者程序成果才报道 另外中秋节烤肉的时候 大家还会碰到一个生火的问题 有时候要生火好久 不然就是好不容易生起火了 一个不小心又熄灭了 下回可以多带一小瓶花生油 再用手边的卫生纸 就可以轻易做好非常容易燃烧的活种 快速生火 在户外的时候要怎么样生火 最快速最方便 中秋快到网友先烤肉法宝 教你制止火种不用喷枪 也能快速生火 只要准备卫生纸 还有一小瓶花生油 再将花生油淋上去 一淋上花生油 再点火慢慢堆叠木炭 火势每一会儿功夫就越来越大 想要验证真假 我们也把木炭放好 卫生纸沾了一点点花生油 放在木炭中央 再把花生油淋一圈 木炭 卫生纸都得沾油 一点火不到五分钟 火越烧越旺 当卫生纸吸附花生油 因为毛细现象 整张纸都会沾满油 可以让卫生纸燃烧时间变久 加上沾油的卫生纸燃点 大约维持在160度 持续燃烧下很快达到木炭燃点250到350度 就能快速生火 这样的燃烧过程中可以让 就像火种一样 可以持续三到五分钟以上的时间 不用喷枪不用买火种 只要记得带一小罐油 再拿起身边卫生纸 你也可以试 生火快熟 谢谢台北综合报导 喝水喝对时间 三个月竟然成功甩油4公斤 英国有研究找来84个人分组实验 一组在餐前半个小时喝了500cc的水 一组维持正常 三个月过后 喝水的受试者 体重平均掉了4.3公斤 一时解释 水除了占胃的容量之外 还会稀释消化酵素降低饥饿感 另外建议喝温水 对代谢比较有帮助 美食当前先别动口这样做 有人三个月甩油超过4公斤 关键就是水 而且还要喝对时间 英国博弥罕大学找84名 体重过重者分组研究 实验组吃饭前半个小时 喝500cc的水 12个礼拜之后 体重掉了4.3公斤 除了水本身会占掉胃的空间 饭前半小时 胃素分泌 常味道酵素达到高峰 喝水稀释消化酵素 就可以降低饥饿感 温度也有学问 喝完水酵素活动量最高 比热水冰水不容易发胖 但是小心喝过头恐怕产生反效果 五六千cc的水 它就快速减回 体重是瘦下来 可是到最后发现它有心力不整 甚至每天昏昏沉沉 因为它变成脑水肿的 喝水藏学问 选时间还有选温度 一般来说 一天两千cc就很足够了 以免减重不成 身体喝出问题 记者三号阵轮 台北采访不到 罐头玻璃罐洗不干净 利用科学原理就可以事半功倍 只要在水中加点小苏打粉 再放入少许颗粒状的物品 像是BB蛋或者是米粒 上下摇晃十几次 不需要用一滴清洁剂 就能够轻松带走油屋 吃完罐头油油的瓶子怎么清 DIY不用一滴清洁剂 食用级小苏打粉有妙用 五个小汤匙成本不到一块钱 加一半水上下摇晃 开始起泡泡了 BB蛋也是好帮手 我们实际来测试 上下摇晃十五次之后 液体变成三层 最下面小苏打粉和菜渣沉淀 中间呈现糊状水油混合 最上层泡沫一笔 右边加了BB蛋罐头泡泡多 因为摩擦力更大 洗滴效果胜出 因为我BB蛋在里面摇晃的时候 它等于是一颗一颗这样子 在水面上面下面跑来跑去 就使得大量的空气与水混合 所以会产生比较大量的泡沫 光看盖子就差很大 搭配弱碱性的小苏打粉 中和油垢清洁效果更好 碱性物质可以溶解油污 那酸性不行 所以你用什么柠檬酸 那种东西醋酸 那就没有办法 弱碱性对油垢有一套 错用了酸性物质来清洁 可是达不到效果的 用对方式 不用满手脏细细也可以事半功倍 记者现在李承佑台北采访不到 古墓中的长明灯 为什么可以永久无灭呢 休息一下带您一块来揭秘 欢迎回来发现科学 古墓中的长明灯 为什么可以永久无灭呢 历史上就曾传出西元1543年 在挖掘罗马皇帝康斯坦丁附近的坟墓时 竟然有蜡烛持续燃烧 回推下葬的时间等同于这盏长明灯燃烧了1200年 而在史记上也曾记载 青蛇皇陵墓中的蜡烛 特地取用金鱼有制作 让烛火不灭 但是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有专家科学推理 其实这恐怕只是零的自然反应 电影里盗幕者带着鬼吹灯探险 一旦蜡烛熄灭就得撤退 仿佛适合鬼神间的沟通语言 早期有不少陵墓在封关时 里头也会点灯 而且这灯还会永久不灭 用人鱼膏做成的蜡烛 能够永不熄灭地燃烧放光 此期中就记载着 在秦始皇陵墓中发现了这种长明灯 里头全粪有一说是金鱼油 还有一说是娃娃鱼 因为这类动物性油脂燃点膏 燃烧时间只有 让秦始皇在地底人就能够顺顺不息 长明灯的设置是在死后 不会让自己生活在阴暗漆黑之中 也能够保有深浅的光明 布置东方的秦始皇 西元1400年在古罗马王子墓室中 也传出发现了一盏燃烧中的蜡烛 西元1543年 罗马皇帝康斯坦迪父亲坟墓中 也有蜡烛不灭 回推下降时间 等同一这张长明灯燃烧了1200年 木封起来之后 这个长明灯会自动熄灭 然后等到有打开的时候 才因为氧气的进入 然后会有一些自然的现象 科学解释应该是秘密中 含有灵进入古墓时 空气瞬间流通 让灵出现自然反应 但真相真是如此吗 考古学家还在想办法 拼出原形 记者较续坚固的报道 在水中敲破蛋壳 蛋黄却像乒乓球一般 可以上下拍动不会破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发现科学 鸡蛋的蛋黄像是乒乓球一样 您相信吗 国外有影片拍到 在水中敲破了蛋壳 蛋黄却像乒乓球一般 可以上下拍动 就算是沉到水底也没有破 只不过当蛋黄一浮出水面 就像是没了保护罩一样 上下拍动就破了 专家说蛋黄在水中 不会破的原理 是因为在水中的蛋黄 重力几乎等于浮力 蛋黄就像是处在 无重力状态 自然不会破 国外影片拍下 在水中敲破蛋壳 将蛋白和蛋黄分离 只是这蛋黄怎么拍 都不会破 蛋黄就像乒乓球般 无论是上下拍 或沉到水底都完好无缺 只是一浮出水面 马上破功 怎么让蛋黄吹弹不破 来来来 撇步就在这 只要准备一桶水和一颗蛋 你也能让蛋黄变成乒乓球 它平常放在空气中 它会破是因为 它有一个重量往下拉 那我现在失重的状况下 它每一个地方的膜是均匀的 所以就不容易破 原来蛋黄在水中的重力和浮力 两者几乎相等 加上蛋黄外的薄膜 就像保护膜 让蛋黄处于几乎无重力状态 这时候怎么拍打也不会破 无论你用的是鸡蛋还是鸭蛋 蛋黄在水中都能呈现无重力的漂浮感 这也是蛋黄不破的真相 记者温因此叶玲凡 台北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也请您继续锁定发现科学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